高雄港出现救护车港区人员直觉不对 全身防护医人员在货轮上下走动 立刻有人爆料 货轮上有船员确诊 对话记录曝光真的怕死了 因为船上有人确诊 员工领班都会上船 还会在办公室进进出出 网友说还要上班 真的怕到不敢去 那分别列16132到16136这五位 那CD值分布在13到22之间 网友发现确诊消息 抢在中央公布前曝光 这艘本国籍货柜轮 8月下旬在日本航行 5号清晨靠泊80号码头 结果前一晚船上飞机船员发烧 船方立刻全船快筛 结果发现4名阳性 另外还有一名快筛阴性 却发烧的台籍船员 5人PCR裁检全部阳性 这段期间其实都是在日本 有好几个港口 有航行跟靠港 大概推测最有可能的感染地 可能是日本 根据了解这5名船员 都没接种过新冠疫苗 到港时有流鼻水发烧 鼻塞喉咙咙痛等症状 没有重症情况 卫生局初步匡验密切接住者 有7人分别是饮水人 离船船员和现场作业员 那其余的船员都在船上 做分别单独的舱房 做单独的隔离 货轮上总共22名船员 台积20人飞机2人 确诊了5个人送医 其他人就地单舱隔离 还要调阅货轮一个月的医疗日记 厘清可能的感染风险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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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